你还在为小人的问题烦恼吗 不知道要怎么办 怎么样去应付这些小人 怎么样去化解这些小人 那你要注意听 欢迎收看旺旺30点 不管是男生女生们都会有被小人困扰的烦恼 那老师教你一个方法 去找一个黑袋子 塑胶袋也行布袋也行 什么质地的没有关系 必须是黑色 然后拿一张纸 把你的小人的名字写进去 那你如果不懂你的小人的名字 或者是很多小人的话 你就写众小人 那然后把它写在这个纸上面 装在这个袋子里 除了这个小人的名字 你还要去买五帝钱 顺治康熙乾隆雍正 还有这个嘉庆 这五帝钱 然后要不要用绳子绑起来 不需要的只要这个五个铜钱把它放在里面 把它捆好 然后放在你家里 一个不时常开的抽屉里面 把它从10月16号放到10月15号就可以了 然后过了11月16号的话就把它拿出来 然后整个包包扔在垃圾桶里面就可以了 喜欢老师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 关注还有佛罗老师的视频 我们就下个视频见 Bye Bye